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帮助不大 记得在中一开学的三至四个月后 有一天在上历史课时 有一位同学因为没有带课本 被老师叫到课室外罚站 不久 校长印度人经过 就打了那位学生一巴掌 根据老师的说法 校长问那位学生为什么站在课室外 那位同学不但不回答 还生气地对着他瞪眼 一气之下就打了他一巴掌 可是根据那位同学的说法 他听不懂校长在问他什么 他的英语也不行 听不懂又不会讲 只好保持沉默 结果却引来一巴掌 我们的英语水平也和他差不多 所以我们大多认同那位同学的说法 这个事件后 我对选择到这间学校就读 感到有些后悔 因为英语不行 很难和其他源流的老师沟通 这是一件较麻烦的事 不过当时并不知道 还有转校这回事 过后也就不了了之 原本以为 混合学校的英文水准应该较高 用的课本应该比较难 不过我对当时的英文课本没有什么印象 只记得学到的英文生字很少 反而温习小六英文会考准备书 能够让我复习很多快要忘记的生字 似乎我的英文水准还退步了 其实 当时的英校生在学习华文方面 碰到的问题与困难更多 那时的华校生多数也没有学过注音符号 学习华文生字的发音 主要是靠上课时跟着老师念 然后靠死记硬背记下来 对于英校生来说 不但要面对难学难记的中文 学习华文的发音更是困难重重 中四会考那年 英文老师并没有推荐 我们应该买什么英文会考准备书 而我们也乐得可以省钱 中四是一位华文代课老师 曾建议我们去买一些英文作文的范文参考书 并把范文背起来 可是我们多数都舍不得花钱 其实 如果学校能够向我小学补习英文时所用的方法 要求我们都买一本好的英文会考准备书 并简单粗暴地把中学四年该学的生字和读音都教一遍 字一方面则我们可以自己查字典 也许还可以进一步发给我们一些作文的范文 让我们可以把一些好的范文 范句背起来 这样一定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的英文水平和会考的及格率 而且教我们读英文生字的读音 对英语老师来说是最简单不过的事 一个刚华校中四毕业的补习老师都知道这样的叫法对学生最有利 但是这样简单又有效的办法却不被专业的学校英文老师所采纳 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华校生的需求和短处吧 或也许是因为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如果想要对症下药 用简单而又有效的办法去学习 大概只能花钱去补习了 中二时我住在租赁组屋的二楼 住在楼下一楼的邻居有个英校生 他在另一间英校读初中二 有一天他看到我要到附近的小学打篮球 就要求和我一起去玩 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 其实我左右两边隔壁的邻居也有好几个读中学的英校生 不过我们却从来没有来往 我楼下的那位邻居似乎很热情 他把中医的历史英文课本有关新加坡早年的历史 借给我看 虽然有不少生字通过查字典 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英校的历史课本和华校的历史课本有很大的不同 里边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而且有关本地和东南亚的历史讲得更多 可惜的是可能因为我的方言退步了 和他无法很好的沟通 无法成为好朋友 结果错失了一个学习英文英语的好机会 当时舍不得花钱 不过主要还是没有钱 如果当时愿意买一些英文中学或小学的旧课本来学习 向他请教一些生字的发音 可以进步很快 当时学校的功课 作业很少 平时很无聊 经常不务正业 到图书馆借很多和学校功课无关的书来看 有很多空闲的时间 如果能够借一些有趣的故事书 并向他请教读音 就很容易学好英文英语 据我所知 他对学习华文没有多大兴趣 如果当时愿意很少的钱请他给我补习英文 他应该是愿意的 可惜当时虽然觉得英文很重要 却对外面的工作 成人的世界所知甚少 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可能需要靠英文英语赚吃和生存 其实如果当时愿意花一些钱 还可以到夜校上课 如学习英文的历史或地理课 当累积了一定数目的英文生字 及其读音后 就能形成自学的正循环 要学好英文其实并不难 当然 也有一些勇敢的华校生 在小学毕业后 就转到英校中学就读 如果读的的理科很快就能适应了 读高中时 功课较忙 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学习英文了 毕业后 被征召入伍 经历了不同的训练 过后被分配到不同的岗位 训练工作时一切都要用英文英语 吃了很多苦才了解 感受到身为华校生在全英语环境下所面临的困境 有一位和我们在相同单位的英校生理科生说 你们到这个年龄才那么辛苦地学习英文实在不容易 他也很同情我们处境 并很庆幸自己是英校生 不必经历这些苦难和磨练 后来他到大学深造 成了一名工程师 日子过得很顺利 如果早年 成年轻时能够学好英文 就可以不必经历那么多困难 后来在职场上 因为英文水平不够 也面临着重重的问题与困难 所受到的压力也比英校生大得多 只为了许政府 发表资金